来到长江之畔的南京 水往纵横的江南 没有广袤的牧场 水中的鸭子代替了草原上的牛羊 一大早 南京的街巷中就开始飘起鸭肉的清香 整鸭熬制的浓汤 小火慢滚 红薯粉丝 豆泡和鸭血 在漏勺中吸足了汤汁 鸭杂满满当当 一碗倒地的南京鸭血粉丝 汤清味鲜 如果配上鸭油饼 那就是南京人早餐的绝配 南京素有无鸭不成习之说 南京人每年要吃掉一亿多只鸭子 而南京盐水鸭更是久负盛名 我们南京人特别喜欢吃鸭肉 张建文 南京盐水鸭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马上就要中秋了 他要为家业准备几只鸭子 第一道的盐水鸭 一定要选用南京城周边的 和叉和胡塘里散养的麻鸭 白天吃小鱼小虾 晚上喂五谷杂粮 长到1700克至1900克左右的小麻鸭 此时的麻鸭肉质紧实 肥瘦相宜 是制作盐水鸭的首选 咸味可以催发出食物本味的鲜美 盐是制作盐水鸭的灵魂 对于炒盐 张建文有着几十年的心得 加入花椒 八角等香料 大颗粒的海盐不断翻动 炒盐的最高境界是起毛 盐力苛刻细腻 如一层白毛 便是恰到好处 接下来是用炒好的盐 给鸭子来个深度盐浴按摩 不同部位和力度 怎么把控全靠师傅的多年经验 腌制好盐的鸭皮 还需要用老鲁再副鲁一次 老鲁中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味道 更是其散发特殊香味 随后张建文将鸭子晾挂风干 经过一夜 风会带走鸭子表皮的水分 鸭皮慢慢呈现淡黄色 第二天 盐水鸭的最后一道工序开始了 腹腔中塞入葱姜的风干鸭坯 没有蒙火的炙热 全凭小火一点一点将鸭肉的汁水锁住 低温煮熟 时间让做出来的盐水鸭皮白肉红 鲜嫩咸香 盐水鸭的制作距今已经有2500年历史 中国人的爱注定与厨房无法分离 无论是碱是烦 是浓是淡 家宴的每一道菜肴 舌尖细细品味的都是家人浓浓的温情 最让家人们酒食不厌的还是盐水鸭 入口泛起的汁水是南京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味道 不变的食材与工艺是一道美食千年不变的灵魂 一只鸭子的味道滋润了一座城的记忆 南京六朝古都秦怀故里 太多的历史故事太厚的文化底蕴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沉浸在这座城市里的南京老味道始终不变 那些曾经让人们垂涎三尺的美食 始终隐藏于金陵古城的街头巷围 伴随着人们每一天的生活 满足着南京人的味蕾 只要听到这一声吆喝 瞬间就能唤起老南京人心底的味觉记忆 这一晚看似不起眼的小馄饨 能勾起人们儿时味觉记忆的密码究竟是什么 来到南京 要拍肠队才能尝到的一道锅贴 到底能有多好吃 其美味多汁的奥秘又是什么 最类代表老南京的味道 南京盐水鸭闻名全国 然而南京本地人却更偏爱吃油鸡 保持其口感鲜嫩的诀窍究竟在哪里 基本上一个礼拜都要吃个一两次 历久弥新的味道存在于古老沧桑的街巷之中 也蔓延在日新月异的高楼间 探寻老味道讲述温情故事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在南京市秦淮区三条巷的尽头 街角处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 南京人心心念念的美味小吃呢 这位白胡子老爷爷名叫尹正根 已经年过七旬 卖馄饨已经三十多年 下海大潮兴起的时候 但是我们正好也是年轻 考虑一个做馄饨呢 趁门小 不是呗 是吧 小本生意呢 赚的少 但是保险 做人一混混的这么多年 和尹爷爷一起忙活的 是他的老伴王春兰 小小的店里就全靠老两口 忙前忙后 听当地人说 现在在南京 像这样的传统小馄饨店 已经不多见了 前两年还是用柴火烧煮 后来响应环保号召 改为煤气 但即便如此 每天时刻依旧络绎不绝 里面就是包了一点小肉嘛 南京话叫后馄饨 南京人土生土长都爱吃这个 老南京人来说 我肯定吃了更多的是一种回忆吧 就是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小心小心 你们有一碗还是 两碗 一碗小馄饨 唤起多少南京人的味觉记忆 尹爷爷做的南京小馄饨 到底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能获得食客们的交口称赞呢 味道调查员决定一探究竟 爷爷 你好 笑不来了 我给你煮馄饨 不用不用 你先忙 你要吃的时候我带你做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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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 我看看啊 好好好 奶奶您这儿在下馄饨是吧 是 小馄饨的烹制手法非常简单 大碗放入味精 盐 榨菜末 虾皮 葱花 一勺大骨高汤打底 鲜味已经扑鼻 小馄饨放入大火沸水中 只需两分钟即可捞起 最后再往汤中放上一小勺猪油 一碗鲜香满意 鲜滑可口的小馄饨 就可以上桌了 哎 馄饨好了 哎呀 辣油 什么什么意思 馄饨好了 啊 把他们来断呀 哎呀 辣油自己放啊 要不要辣油 对了 哦 馄饨好咯 哎呀 辣油啊 馄饨还没端到手里 一声响亮的吆喝声 一下就能打开南京人的味蕾 本以为江南饮食口味清淡 没想到南京人吃小馄饨 却一定还要再浇上一勺辣油才成 比较喜欢吃重口 它口味会重一点 好像没有辣油 就没那个感觉 我妈年轻的时候也会放 年龄大了嘛 要保护一下胃 但是有的时候 她会吃到最后 还是会放一点 除了用辣油提味的点睛之比外 这馄饨馅里会不会隐藏着什么 让小馄饨美味好吃的奥秘呢 馄饨馅要买这个前腿肉 肥瘦比例要掌握恰当 太肥狠了不行 对吧 虽肉多了也不行 有点柴 所以三米漆的比例 是接近环境比例 肥瘦三期比例的猪前腿肉 制成馅 只加入盐和清水 手工反复搅拌上劲即可 小馄饨必须现吃现包 讲究的就是一个仙字 经常是奶奶那边 以无馄饨下锅 食客们只能眼巴巴地 等着爷爷包 一个小时十斤皮子 一天一半的一两千个 多这个上次仙也有的 近年来尹爷爷发现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外地人 也竞相来到自己店里 吃馄饨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等多时刻发现 尹爷爷白发白须 满面红光 笑起来慈祥可爱的样子 与日本知名动画师 宫崎骏颇有几分相似 我们跟他比起来比不上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我画漫画画不够你 吓我为你吓不够我 实际上是前次都你 以前端一碗子 我没听你这样公意 我约你走的 我妈带你再想 早餐时分 客人太多 平时店里就只有尹爷爷 和王奶奶两个人 跑前跑后的忙活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师哥 我先拿奶油给你看 爷不混蛋 我下混蛋 有人累的话 像西亚来一天 他认为好像 哎呦 客人来到这地方 早上我们不得吃 怎么办 老两口忙不过来 时刻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自己找地儿做 自己端馄饨 好像回到了家里一样 味道调查员 也很快融入其中 忙前跑后 给爷爷奶奶打下手 把这个脚啊 粘起来 一张皮子就起来了 一个脚就解决了 这两个手啊 把他前面 一架 棍子一戳 最后一个脚啊 棍子一戳进去 就起那 总结起来就是 一掘一捏一戳 我发现你的速度好快啊 我这个瘦人生巧 搞习惯的一个就这样的 在混蛋里不够 在哪里混蛋里 不太够 不太够 等到烧空闲的时候 奶奶赶快煮了一碗馄饨 犒劳味道调查员 来 辛苦忙活了 真的半天了 这会儿来尝尝自己 包的 哇 混沌皮儿 当时包的时候就说 就包的像纸一样的 吃起来的口感就特别特别的 那个嫩 特别的软 而且就是 一进去之后 就入口即化的感觉 而且是主料里边 加了这个猪油啊 猪油是特别香的 这馄饨啊 就是吸溜一下就进去了 特别的这个嫩滑 而且呢 南京人都说啊 咱们这个吃馄饨 不叫吃馄饨 叫喝馄饨 我看这个真的是 有道理的 一口小馄饨入嘴 面皮爽滑 肉馅弹牙 伴着油香四溢的鲜汤下肚 刚才的劳累也一扫而空 到了下午 时刻渐渐少了 王奶奶开始准备 她的拿手小吃 半天是萝卜要紧 背皮萝卜做不起来 必须要要红皮萝卜 新鲜的红皮腌制萝卜 洗净擦丝 放入面粉搅拌均匀 再放入香葱和小和虾 盛进特制的容器 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 油锅里金黄飘香的美食 叫做萝卜丝饼 南京人也称之为金饼 在南京人的记忆中 过去每当萝卜丝饼下锅 香飘整条巷子的时候 油锅前就会围满嘴馋的食客们 排着队抢钩 从早到晚 小店里来往的时刻 络绎不绝 尹爷爷和王奶奶 也几乎没有休息 他很喜欢唱歌 到王奶奶一闲下来 他就喜欢唱 到老的时候呢 今天再做一点 能够留着做的记忆 或者对大家 一提起来 一个老爷子 下的馄饨好吃 有这种感觉就很好的 让我搞两个食物 今天只弄了食物 吃着吧 老爷子抱不起 好不好 明天来 我都给你 好不好 街角不起眼的馄饨店 能吸引这么多人 分治踏来 不仅是尹师傅 用自己三十多年的手艺 守住了这一份 南京人记忆中的老味道 更是用自己 对生活的认真和热爱 守住了一段 属于这座城市的 美好时光 江南富庶之地 六朝美食汇聚 南京人的餐桌 从不缺令人惊艳的主角 可接下来要说的 这道美食 明明只是个小配角 却生生被南京人 捧到了餐桌舞台的中央 到底是何种美味 如此受人追捧 令人叫绝呢 这排队的人也太多了吧 我想问一下您 排队买什么呀 锅贴 要到地儿来 主要是吃锅贴 我去过来打炒 锅贴 不过是大江南北 常见的一种面点 南京这家店里的锅贴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为什么能引得 这么多食客 慕名而来 李大哥你好 我是味道调查员小五 这个就是咱们 这个牛肉锅贴是不是 是的 哇 这看着还挺好吃的 是的 而且每天中午 这好多人排着队 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这样 天呐 这生意太好了 行还行 这锅贴看着那么有食欲 咱们这锅贴倒有多好吃 好吃不好吃 待会尝一下也知道了 李邦杰是这家 清真饭馆的老板 作为南京的百年老字号 制作锅贴的手艺 传到他这儿 已经是第三代了 我从小开始学徒 经常干净 我家祖三嘛 三代做经常来 祖三代做经常来 据史料记载 自元代史就有大量回民 牵制南京落户 也带来各种清真饮食 李大哥的店 以牛肉菜肴为特色 牛肉馄饨 牛肉汤包 牛肉煎包 花样百出 其中最富盛名的美食 就是牛肉锅贴 牛肉馄饨 蛮好的 好吃 这种老辣牛味道 你不习串 老客人多 新客人也多 老朋友也多 新朋友也来也多 有人很老 都走不动 都是马上车推来的 耗着一口 金灿灿的锅贴 像一个个金元宝 整齐地马放在 硕大的平底锅里 热油翻滚中 散发出强烈的浓香 味道调查员 已经按捺不住了 李大哥 这排是好长的队 真的终于吃到了 咱们这个锅贴了 而且我这捧着 还是热乎着呢 吃之前吃好了 带点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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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点醋吃 好 拿点酱 再带点酱 有这酸辣的口感 这蘸酱 配上咱们这个牛肉锅贴 不知道这味道怎么样 尝尝看 好 咱们这种锅贴 特别像这个金元宝一样的 是 就是看起来就特别的香 我来尝一尝 这一吃进去 就感觉满口爆汁的感觉 特别香 外酥里嫩 它这个表皮是那种焦脆焦脆的 对对对 酥脆酥脆 酥脆脆脆的 吃起来就特别香 你看我这都满口爆汁了 这个汁水就直接溅到我的脸上了 这里边的汤汁还是很浓的 对 牛肉锅贴外皮金黄酥脆 一口咬开 汤汁爆出 香气扑鼻 吸一口其中带着浓郁牛肉味的卤汁 咸中透鲜 鲜中带甜 果然风味绝佳 外酥里嫩 对 然后蘸着那个辣椒那个素汁就很好吃 碳汁比较挺鲜 嫩 它那个汁水有的 所以里面还是很好的 新料够好了 新料 新料还没有 没有啊 每天早上 李大哥的店里都会送来大量新鲜屠宰的牛肉 厨公们会立即分解不同的部位 用于制作不同的牛肉美食 锅贴如此鲜嫩多汁 馅料一定很关键 都以为牛肉的选料也一定要越嫩越好 但李大哥的答案却让人大吃一惊 我们用牛是说 应当贵州购买过来的 牛是越老越好 就是像一般 一般两三年牛我们是不用的 我用了十年以上的 因为它善于高温加工 做出来以后它酱汁味比较浓一些 牛臀部肉是牛身上最大块的独立肌肉 位于牛的后腿部 其肌肉纤维粗大 肉质韧性十足 最适宜用来制作锅贴下 李大哥 咱们这个酱油啊 盐的这个比例有要求吗 有一定比例 一般呢是盐一斤 我糖要放到一斤半 然后味精呢是盐的一半 所有的佐料的这个比例搭配 对对对 都是严格要求的 对对对对 可是我看到咱们这个馅料都挺干的 但我吃这个锅贴的时候 里边还有爆汁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要加骨头汤 这里边不单单是要加我们的各种料 还要去加我们的这个汤 对 李大哥的店里每天踢下来的牛骨 正好派上用场 牛大骨熬汤熬至汤色发白 浓香四溢 骨汤加入牛肉馅中 奠定肉馅鲜美底味的同时 也可营造汁香满意的口感 恰到好处的调味比例 再加上用香浓的高汤或馅 这就是让牛肉锅贴爆汁的秘密 而李大哥说 锅贴美味的奥秘不止如此 让锅贴具有酥脆外壳的面皮 也大有讲究 包锅贴的面皮要用烫面 面团要揉得恰到好处 不能太硬 每个剂子也不能太小 擀皮不能太薄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锅贴 恰到好处的焦香酥脆口感 为保证新鲜 牛肉锅贴也一定要现包现做 这里的师傅 平均每分钟大约可以包15个锅贴 平均每天要包大约15000个 这包锅贴的手法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发现咱们这个锅贴 跟包饺子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 包饺子是放那个手心里 然后这样开始包 对 咱们锅贴是放在手背上 对对对 这个好像是在这个 是不是在虎口的位置 对对对虎口的位置 虽然说都是这个 都是捏褶子 但是它其实放那个部位 和这个捏法都是 还是有点差别 对对对 那我试一个吧好不好 师傅 有点有点意思 因为多汁的牛肉馅料很稀 因此要想包住不漏汁非常不容易 从馅料到面皮再到包制 李大哥制作锅贴有着这么多讲究 那包好的锅贴又该如何进行监制呢 李大哥 咱们一锅里面要放几个锅贴 50 50个锅贴 50只 这个摆的这个造型 就像一个那个花一样的 对对 李大哥煎制牛肉锅贴 不同于常见的水油煎 而是用重油煎 锅中的油几乎将锅贴淹没 这种做法更近乎于炸 他需要把锅贴要给它线转起来 那必须要油要多给它浮起来 不需要它底下要糊了 哦 会扒锅的是吧 对对对 热油作用于锅贴全身 制作出完全酥脆的锅贴外壳 让锅贴入口的那一刻 就达到令人叫绝的舌尖体验 这块钱一般店够了 其实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少赚一点 给供客吃好一点 供客会回报你的 所以要舍得 有舍才有得 在李邦杰大哥祖上几代人漫长的烟火岁月中 他们将古老的东方生活智慧 融入到了一锅锅金灿灿的锅贴里 也映射在食客们一张张心满意足的笑脸上 说起南京的老味道 不能不提金灵名吃 盐水鸭 它早已成为南京美食的标志 然而地道的老南京人告诉味道调查员 其实在南京还有一种盐水鲁味鸡更受本地人喜爱 这种美食的滋味到底如何呢 嗨 颜哥 您好 欢迎欢迎 我发现咱们这鲁味还挺多的 哪一个是油鸡呢 油鸡在那里 我七天给你尝尝 好 谢谢颜哥 南京人口中的油鸡也叫油鸣鸡 同样是一道清真美食 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十一块六 十一的 颜同之已经是这家小店的第三代传人 做油鸡的记忆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小店尽管藏得深 但循着味道前来光顾的老顾客 却络绎不绝 多半只鸡 三只半只鸡 三只半只鸡 这个油鸡嘛我们也经常吃 南京鸡吃嘛 是我师爷爷的父亲 就开始做这个油鸡的 老早以前是在大采财街那边上 有个桥 他们在桥边上做的 南京人是爱盐水卤味 在民间有一种说法 上浮桥的鸡 下浮桥的鸭 下浮桥的鸭指的就是南京盐水鸭 上浮桥的鸡说的就是 盐大哥小店制作的油鸡 这油鸡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嗨 小五 鸡切好了 这个就好了呀 对 我看这个颜色其实很像 那个我们的白切鸡是不是 很像 那为什么叫油鸡呢 它的秘密在这里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秘制的鸡油 这就是鸡油 咱们最后是要把这个鸡油 淋在咱们这个鸡肉身上 它叫油鸣鸡 我们简称油鸡 你尝一下 原来这个才是这个油鸡的灵魂 我尝一下这到底味道怎么样 好嫩啊 鸡肉肉质细嫩多汁 鸡皮脆弹爽口 吃起来汁香风营满口流香 所以颜哥 到底咱们这个油鸡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明天过来跟我打工吧 盖一天就知道了 看来天下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行行行 明天我还几点过来颜哥 天不亮你要过来 看来我还得起得比鸡早 行 那我们明天见吧 每天凌晨五点 颜大哥就要开始 为一天的油鸡制作进行准备 有人会准时送来 不多不少整整一百只 新鲜宰杀的三黄鸡 颜大哥说 这是每天制作的数量极限 再多做 品质就不能够保障了 把鸡的内脏去除 反复清洗 一缸水接着一缸水 直到整缸水清澈见底 没有一丝血污 这也是保证鸡肉鲜美 没有腥味的关键所在 小五 开始干活了 打工人的一天正式上线 这是盐是吧 对 这是盐 我懂了 做这个油鸡的第一步 应该是要去腌这个鸡对吧 是的 那这个腌鸡 具体的操作过程要怎么做 好 那你看我来 跟着我学 先塞肚子 做一下 咱们把这么多的盐 都塞到这个鸡肚子里 把它拿出来一点就好了 就这样就好了 对 我发现五秒不到 一只鸡就腌好了 对 这也太快了吧 多塞一点没关系 多塞掉我怕它太咸 你看我们放了这么多盐 难道做出来这个鸡 不会特别咸吗 不会的 我们等会还要把盐给清洗掉 哦 盐哥你看这样行吗 可以 蛮好的 是吧 太棒了 大颗粒的食盐 均匀地抹在鸡的每一个部位 然后静置一小时 让盐味充分地自然渗入 奠定油鸡咸鲜的基础 紧接着要马上放进老鲁汤中入味 这老鲁汤中又蕴含着什么样的美味密码呢 地方在于它那个老鲁 一定要把它那种淡淡的鲁香味 就是炒粉香味 要把它给入到鸡里面 然后鸡腌好了 还得让它有一个入味的一个过程 整鸡放入鲁汤的时间 一定要精确把握 否则就会过咸或过淡 看似平淡无奇的老鲁汤 实则是油鸡五香风味的法宝 盐卤水煮开 加入八角 桂皮 小茴香 肉蔻等十几种混合香料 鸡肉只需入缸浸泡几分钟 就能吸收老鲁香料的味道 你一手抓的还挺多 对 平常能抓20个 沸水下锅 小火焖煮 这才是烹制油鸡最难掌握的技法关键 等到大火烧开 我们来定时 这个时间跟火候还有其他大小 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南宁这边主动都是有要求的 就是大火烧开小火梦 银哥 我发现这计时器怎么又响了 这个计时器响是下一锅又好了 咱们每一锅都得精准把控它的时间 大约半个小时后 油鸡出锅 冷却后就可以送到档口 手起刀落 一分为二 三两下功夫 一整只鸡就变成宽窄均匀的肉块 做东西你把时间把握好一点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刀工这一块要练的时间要久一点 行家一出手就看有没有 这切鸡的功夫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练就的 鸡肉切得漂亮也能大大增加10克的食欲 再淋上一勺黄灯灯的鸡油 香气一下子刺散开来 这份是我刚刚自己切的油鸡 但严格说这卖相不太好 但也不能浪费啊 所以就想说给这里街坊邻里尝一尝 到底咱们这个油鸡的味道怎么样 咸味呢也适中 主要它鲜味特别浓烈 口感也好吃也比较嫩一点 我特别喜欢这旁边这个鸡油的汁水 它等于是符合南京的大增口味 凭着这一道口感鲜嫩的油鸡 颜大哥将这条古老的街巷 演变为老南京人的美食打卡点 除了周围的街坊邻居光顾 每天还会有很多人跨越半个城市专程而来 现在更是还有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除了油鸡 颜大哥店里的其他鲁味也非常受欢迎 地道的老鲁盐水鸭 南京烤鸭 酱鸭 都让人爱不适口 吃了十几年他家的鸭子 油鸡 所有的乳菜我们都尝遍了 看到顾客老远的过来买东西 然后吃的特别有夸奖 感觉心里面有种自豪感 感觉越做越舒心了 何以将一种味道做到极致 做到每个人的心里 唯有降心与坚守 将辛劳融入每一次老鲁浓汤的熬煮 将专注嵌入每一次熟起刀落的精准 无数的汗水浇灌 只为自豪地听人说一句 这就是老南京的味道 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 到处都会收获不经意的美食惊喜 从早餐到宵夜 从高棚满座的酒楼 到街角路边的排档 南京人对美食的喜爱 不拘泥于时间和地点 味形和品类更是花样百出 为什么说一碗皮肚面 才能满足南京人的肚皮呢 皮肚面里的皮肚 为啥一定要炸两遍 南京人的早餐 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存在 排队抢购的乌饭团里 到底包着什么美味蜜料 南京美食除了民间小吃 更不乏佳肴名菜 著名的顿生锹 为啥要用刀背用力锹食材 上遍秦淮美景 尝遍江南美食 南京人百吃不厌的心头 挚爱美食 一定隐藏着美味奥秘的精髓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南京老城区的街头巷尾 古老的梧桐树 撑起一份特别的宁静 南京人津津乐道的 美食宝藏地 就隐藏在一些不经意的角落里 钱大哥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我是一位调查员小五 听说咱们这个南京的特色小吃 除了这鸭血粉色汤之外 还有个叫皮肚面的 对对 什么是皮肚面 这个猪肉是有炸出来的 哦 也想尝尝老板娘店里的类费 小小的店里 老板钱德明和妻子黄万凤 组成了制作南京皮肚面的 经典夫妻搭档 店面虽然狭小简陋 又地处小巷深处 但每天临近中午都会人头攒动 坐无虚席 他们制作的皮肚面 为什么对食客 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它们皮肚炸得好 炸得好 特别脆 它这个皮肚没有那么的油腻 然后也蛮脆的 所谓皮肚又叫干肉皮 是将鲜猪肉皮晒干 发制而成 皮肚塞干中油炸 炸得火温 油温 相当解决 皮肚制作工艺繁杂 首先要选大块上好的肥猪皮 放入大锅清水中煮到半透明状 抵净肉皮上的每一块肥镖 再通风处晾干 封干后的猪皮会呈现出干硬透明的状态 经过这样加工处理后的猪皮 多余的脂肪和水分已经完全去除 风干的猪皮很快在油锅中膨胀 充满密布的气孔 色泽也变得金黄 但钱大哥强调 这还没完 这个皮肚不是已经炸好了吗 表面是酥脆冒泡了已经 温酥了 然后再炸 它就觉得吃得软了好吃 哦 这个还是温皮 还得二度下锅 对 皮肚要分两次炸制 每次对油温火候的把控要求非常高 第一次炸制要保证油温在60至70摄氏度 第二次炸制油温要达到150摄氏度 只有经过两次炸制后的皮肚 其质地才能变得更加蓬松均匀 钱大哥 我发现咱们这个二度下锅 炸好的这个皮肚这个体积膨胀了很多 对 而这个表面的颜色已经成了一个焦黄焦黄的颜色 对 那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皮肚 是不是直接可以下锅煮了 不行 这是要用冷水清一下的软了最后 火切了 二次炸制后的皮肚最后还要用冷水浸泡松软 才能把焦脆的皮肚切成条 那个大伙看一下要吃什么来点一下啊 每到饭点 店里时刻络绎不绝 味道调查员也当起了店小二 麻烦点 青菜和皮肚下锅 面条同时下在另一口锅里 加入猪肝 番茄 木耳 淋上猪油提香 一勺辣油更是必不可少 将面条捞出 加入其中 炖煮片刻即可出锅 三两 跟着黄大姐忙前忙后 味道调查员也跟着学了一手 她决定自己做一碗皮肚面 先下面 最重要的咱们这个皮肚 和这个青菜 肉丝来一点 来西红柿再来一点 这猪肝我还挺喜欢吃的 其实你看我这样离这个炉边这还挺近的 热的不行了 每天呢这个钱大哥和黄姐都得在这儿忙活着一整天 也非常的辛苦 看你做得挺好 真的 八九不腻食了 差不多可以把面放下来了 下面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点这个 很香的这个辣油 来 没有辣油就没有灵魂了 爱要辣油 再加点猪油提香 可以 突然坐到这儿我就是有灵感了 我想要那个摄影老师来配合一下 会打节奏吗 打一段节奏 可以吧 可以 来 皮肚肉丝皮肚大肉 皮肚大牌和小牌 街坊邻里穿街走向 想吃皮肚早来牌 味道如何实力说话 人人称赞顶呱呱 好 咱们这个 可以吧 你看 非常好 这个灵感就突然炸现 好 最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这个 卤汁和榨菜 出锅咯 完美了 来一碗 皮肚面 快乐 无限 面多 汤满 菜风 肉足 辣油洪亮 油脂飘香 皮肚面的特点就是 无论你怎么点 最终呈现在你面前的 都是这样满满的一大碗 吃得饱 吃得香 吃完了会很满足 所以备受南京人欢迎 你看这皮肚面还挺大一碗的 而且里边就像是一个全家福一样 有这些肉丝啊 然后猪肝啊 腰花啊 还有这么大一份的这个大肉 当然最重要的 我还是得先尝一尝这个 皮肚的味道再怎么样 皮肚好像都吸满了汤汁啊 嗯 哦 还挺筋道的 没想到在这吃的口感当中 这么硬邦邦的皮肚 居然能够炖煮出 这么软滑的一种口感 怪不得啊 咱们这个老南京人 对这个皮肚爱不适口 来钱大哥店里吃面的时刻 如果今天胃口大好 还不满足于皮肚的鲜香 就可以选择再加上一块硬货 大肉 这既体现出南京人的豪气 又让皮肚面融入了 另一种江南菜肴风味的精髓 制作大肉 阵仗可不小 肉一定要选的够大 选取整块的新鲜五花肉 煮至五成熟后 开始上色 抹过蜂蜜的五花肉 已经变得红润油亮 这时再将大肉下入油锅 炸过的五花肉表皮整个变得金黄酥脆 色泽诱人 同时再发出浓烈的焦香 大肉更要大刀配 一刀下去 每片肉长约一长 宽约一纸 肥瘦相间 脂相有人 贤大哥说 大肉就是越大越过瘾 他还会根据肉的宽度 来调节所切肉片的厚薄 保证每位顾客 吃到的肉量是一样的 他有的人 现在在家里 他不用说的 来切碗大肉面 就能接着菜 切好的大肉还要大锅炖 冷水入锅 放入老抽 还有必不可少的白糖 炖至烂熟后 加入适量盐 大火收干即可 炖出的大肉鲜香软糯 甜咸香移 带有浓郁的江南菜肴风味 像今天肉加个皮 我们加个鲜哈这个 我们肉什么东西多了 分量给它多一点 加个没等以后 我们的东西给它多一点 做什么东西 拿人去换自己去 中间菜签了 人很少 我们就觉得 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后来有段时间不想多了 他说他吧 他就互相支持 他说 哎呦 那你回家你就要干了 为生活吧 生活总是如此平凡 柴米油盐 周而复始 幸福也是如此简单 相依相伴 无怨无悔 小小面馆 撑起了钱德明 黄万凤两人 温暖的小家 这一碗碗浓香四溢的皮肚面 融入了夫妻俩日日夜夜的辛劳 也让南京人在忙碌之余 品尝到了幸福的家的味道 在南京还有一种早餐美食一定会让你嘖嘖称奇 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每天早上天刚亮 人们就会赶来排起长队 一直持续到上午九点 人们只为抢购一种特别的美食 当地人所说的蒸饭又叫做乌饭团 如今乌饭早已变成了南京人喜爱的日常早餐和小吃 可这家小店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乌饭 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能引得南京人每天排队争相购买呢 你好 你好 我听说咱们这儿最有名的是这个乌饭团 所以我想来尝一尝 乌饭早就买完了 没有了 对呀 你看现在十点多了 我们早上十点多就开始了 一般在这个九点左右就没有了 天呐 这四点多 这天还没亮 咱们开始忙活了 那我现在想吃这乌饭团可怎么办 那你今天晚上来 看我们做 明天早上你来这个来买 真的呀 对呀 好 那我明天早上就来抢第一个乌饭团吃 这个差不多 两块钱一个 两块钱一个 两个 两个 这位慈祥的老奶奶名叫史方婆 已经快七十岁了 方婆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从乡下来到南京 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婆 方婆婆挑起生活的重担 开始学着卖南京特色高团 方婆婆心肠好能吃苦 她做的乌饭很快受到邻里街坊的欢迎 一做就是三十多年 直到今天方婆婆做的美味乌饭 可以说在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乌饭并不是用黑米或者紫米制成 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植物的枝叶染色而成 那到底是什么呢 哇 这我一闻到就是非常浓烈这个草的味道啊 这不是草 这是乌饭叶 这是叶子 叶子 这个叶子不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这个树叶吗 那不是 不是啊 这个乌饭叶是来自不是 乌饭叶是乌饭树上的叶子 乌饭树又名南竹 通常为长绿灌木或小桥木 主要生长在丘陵山区 由于乌饭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 粉碎研磨后获得的墨绿色枝叶 就是制作乌饭的天然色素了 绿色的姜就是树叶的汁和树叶的这个渣子混在一块的 是不是 需要泡水 这个就要泡四个小时 然后再来过滤 然后再来过滤 对 粉碎后的乌饭叶加入清水 再用纱布包裹挤压过滤出乌饭叶汁 紧接着就可以用这些汁叶来泡米了 这泡了多久了 这才泡三个小时呢 这泡三个小时 颜色就从白色变绿色了 对 可是咱们这个乌米饭不是黑色的吗 它米泡出来是绿颜色 刚才好的时候是蓝颜色 然后吃过饭了 吃过蓝颜色 那就黑颜色 你说的跟变魔术一样的 一下绿又蓝 然后最后又是黑色 对 白色的糯米从淡淡的浅绿色 变成浓重的深绿色 要浸泡数小时 比如说温度高 那泡的时间要 要温度低了 那泡的时间要长 那相差都要两个小时 浸染过乌饭叶汁的糯米 放入锅中大火蒸制约30分钟 米饭的颜色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 成为油亮的深蓝紫色 乍看上去就是乌漆漆的一片 蒸熟的乌饭就可以出锅了 哪一条那一条 还有呢 有条鲜鲜鲜鲜 有条鲜鲜鲜鲜鲜 这些饭团大小均匀 重量一致 方婆婆每天就坚守在这个岗位上 一站数小时 年近古希之年的她 依然眼疾手快 累 所以是累 咱们心不累 全部包老头了 扎出来五个就扎五个 师傅们麻利地将称好分量的乌饭 再衬布上压成饼 放上肉松 咸菜丝打底 然后再加入乌饭团的核心 无论是鲜香绵软的嫩油条 还是脆爽焦香的老油条 都是南京人的心头号 但是她明天的这个 字幕确实是很难兑 早晨排的人排一半里堂 很多的尤其礼拜六 礼拜天 我们都不敢出来买了 都让给其他小年轻出来买了 衬布裹紧定型 手一扬 一个纺锤形的乌饭团就滚落出来 它的味道到底如何呢 朋友们 我好不容易 从这个人群中挤了出来 这会儿我能休息一下 尝一尝自己包的这个饭团 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这乌饭特别的糯 特别香 你看这里边有我刚刚自己 包的这个咸菜 然后还有这个干的这个油条 特别香 特别脆 配上咱们这个乌饭团 这个整个外糯里脆的这个口感 就融合得非常好 吃起来就是特别香 而且层次特别丰富 沉淀淀的乌饭团拿在手里 顿时感觉胃口大开 热腾腾的乌饭入口软糯清香 肉松咸菜味浓爽口 再加上酥脆有嚼劲的油条 早餐吃上这样的乌饭团 确实让人顿感能量满满 看起来口味比较独特一些 比较适中 糯米包着油条的那种口感 就外面很糯 然后里边有油条 有点脆的那种口感 就特别好吃 这以前吃的饭团味道最亮 除了乌饭团 方婆婆店里还要供应 十几种南京特色小吃 粽子 方婆糕 酒酿元宵 唐玉苗也都供不应求 小孩喜欢我一下 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来吃 假年五米 数量有多 而且服务态度也很清明 无论生意多好 方婆婆店里都保持着 最亲民的价格 无论是哪一款小吃 方婆婆也都会亲力亲为 参与制作 严格要求 保证最好的品质 从方婆婆温暖而慈祥的笑容中 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感恩与知足 她将对食客的全部热爱 都融入到手中这小小的饭团之中 爱与温暖就在美食间传递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 积淀了众多美食 除了街头巷尾的小吃面点 更有众多工艺精湛的金陵名菜 有许多菜肴制作繁复 味形独特 接下来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一道 叫做顿声敲的菜肴就是其中之一 张大哥您好您好 您好 听说张大哥您会做挺多老南京的传统名菜的 是 比如说八宝葫芦鸭 对 然后俘乳肉等等等等这些 听说您这还有一道顿声敲 听这个名字感觉还挺无厉头的 这道菜到底怎么做出来的 这道菜是南京的一道传统名菜 历史很有久的 正好今天我要做一道 升级版的顿声敲 等一下我做给你看 张奇广是南京做顿声敲数一数二的高手 几十年的功夫下来 凭借自身的悟性和专注 他练就了一身的烹饪绝活 南京菜比较偏淡一点 但是他注重的是原汁原味 按现在讲的话就是比较养人的那种 张大哥介绍说 他要制作的这道菜叫做明月炖声敲 食材必须保证绝对新鲜高品质才行 这炖声敲要用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拿一份餐饮 原来制作炖声敲的食材就是这些江南水香常见的黄扇 又称扇鱼 长鱼 因其肉质鲜美 营养丰富 非常受人喜爱 可该怎么用黄扇制作炖声敲呢 我看这个黄扇好大一条啊 朋友们你们看啊 这真的是由我手臂一样长 而且我刚刚摸了一下它 这个肉质还挺肥厚的 对 那咱们这个扇鱼要怎么处理啊 我们要把它伸敲 所以这个炖声敲 炖声敲 你这声声的就是敲打一下它 对对对对 那这个敲打的作用是什么呀 杂志以后它就输了 筋膜它断了 吃得动 顿 用刀背用力敲击黄扇肉片 使其筋膜肌肉受到刺激迅速收缩 这样可以使其肉质更加紧致有弹性 这是制作炖声敲 这道菜的绝妙记忆所在 肉眼就可以直观地感觉到 这整条扇鱼 它的这个长度就是短了一截 你看到没有 解开了声敲之谜 味道调查员更加好奇了 用这平常的扇鱼食材 如何才能炖出令人叫绝的美味呢 声敲过的扇段 放入七八成热的油中炸制 很快便会成金黄色 肉质紧缩 翻卷起来 咱们这个黄扇 怎么样才算是炸好的呢 看它十一分 整发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扇鱼的其他部位也不会浪费 扇鱼头 尾 骨 煸出香味 往锅中加水 炖出一锅奶白色的鲜汤备用 炸好的扇鱼放入锅中小火慢微 张大哥却开始做起了五花肉馅 这肉馅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一步您是要往这个黄扇的肚子里塞肉 是吧 对 这是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给它增加一些营养 然后给它口感更好 其实咱们这个炸好的这个黄扇 这已经特别特别香了 所以不知道再配上咱们这个秘制的这个五花肉的这个肉馅 这个做出来这个味道得多浓郁啊 对 卷须的扇段正好流出了塞肉的空间 塞满用五花肉精心调味制作而成的肉馅 可以让扇鱼的口感更加饱满丰富 张大哥 咱们这种做法是已经有多少年了呀 应该有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算是一个老南京菜 老南京菜 嗯 那这个挺复杂的我感觉 复杂的东西一定好吃 制作炖生锹还要搭配一些配料 大蒜 笋片 香菇 火腿一起煸炒 倒入鲜鱼骨汤 张大哥说 升级版的炖生锹不采用砂锅炖 而是改用上锅蒸制 这样可以使扇段更加软烂 更加清爽 不油腻 不过这明月炖生锹的明月又是从何而来呢 张大哥又拿出准备好的鸽子蛋 看来这明月就是这鸽子蛋了 一个营养价值高 一个鸽子蛋的蛋白特名 蒸好的鸽子蛋黄白分明 宛如明月 善于蒸制两小时后也出锅了 好嘞 哇 这一像 这看着像个聚宝盘呀 里边这个咱们的配料好丰富 对 倒扣定型 一步到位 好 等一下啊 不能直接掀开 我把这个鱼鱼放上去 鸽子蛋也是金陵菜中经常会用到的精致食材 因其蒸制过后蛋黄鲜黄 蛋清透明 放入菜肴中宛如明月当空 好 会花点 会花点 哇 这个造型看起来特别好看啊 加入葱丝点缀 浇上用扇骨汤熬制的浓汤 大功告成 哇 哇 这口感太鲜了 就是那种鲜酥软滑的 就吃进去要能够感受到 咱们刚刚煎过的这个 环扇表皮的那种酥软 里边这个裹着这个肉馅啊 也特别的鲜 肉香味很浓啊 增加到它的鲜味 香味 这里面的汤汁就是这个骨头熬的汤 云之云味 嗯 好弹啊 而且特别软滑 这个营养价值很高的 这是咱们的鸽子蛋 鸽子蛋 它的蛋白是晶晶剔透的 你看它是透着光的 对 所以好菜要配好料 这样搭配在一起 才能把这个鲜味高度同一 对 是不是 营养也完全整合了 若论香酥醇厚味 精灵毒扇 顿生焦 这是著名学者 吴白陶老先生 吃过顿生焦后 有感而发的赞赏 也是张奇广大哥 对自己厨艺的激励和鞭策 再做大一点 可能我做不了了 儿子做 儿子已经干了 有15年左右了 也是大厨了 除了顿生焦 张大哥还会把很多拿手菜 都交给儿子张志斌 一道八宝葫芦鸭 同样令人叫绝 以整鸭脱骨技法去鸭骨 保持鸭皮不破 在鸭腹内酿入糯米 薏仁 莲子 白蘑菇 背肉 鸡肉 火腿等十几种馅料 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 在大火蒸制约四个小时 出锅后的葫芦鸭造型逼真 宛如葫芦 鸭肉切开 顿时浓香满意 鸭皮酥脆 鸭肉多汁 线心软糯酥烂 滋味咸鲜香醇 作为一个南京人 努力把一道南京菜做到极致 让吃过的人都忘不了 这是张大哥简单而质朴的追求 正是因为有很多他这样的人 一座城市才会留下无数的美味传奇 和令人回味无穷的故事 南京又称金陵 位于长江下游 曾经长期作为中国南方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古都之一 现代的南京衣衫傍水风景秀丽 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尤其是夜晚更加热闹 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张小秋 告诉记者 夜晚聚集到南京城中心位置的 夫子庙 老门东 新街口等地的游客尤其多 记者看到 在古色古香的夫子庙 到处灯火辉煌 油然如之热闹非凡 这个夫子庙在咱们南京来说 是不是建业的地方 不仅在南京是赫赫有名 乃至全国夫子庙 都是赫赫有名的一个景点 在十里秦淮上面 夫子庙可以说是这个十里秦淮上面 最最美丽的一个景色 规模庞大流光溢彩的夫子庙 秦淮和风光带 是最具南京特色的标志性旅游地之一 也是国内著名的开放式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十里秦淮千年流淌 一千八百多年来 这里始终是古老的南京城最繁华的所在 夜逛夫子庙 夜游秦淮河 已经成为许多游客到南京之后的首选旅游项目 在夫子庙的老街及附近的老门东 有多家小店及餐馆 为游客们提供的数不清的风味小吃 及特色美食 这家小店的门前排满了顾客 人们排队准备购买的是南京传统的特色小吃 梅花糕 这刚出过的梅花糕真是热气腾腾的 当心烫 那我们之所以叫梅花糕 是不是它的外形像梅花一样的呢 对 它那个模具就像梅花一样的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就像梅花糕一样的 然后我看这个梅花糕里面的食材也是特别丰富的 嗯 像你这个是豆沙的 看起来五颜六色色泽诱人的梅花糕 是用面粉搭配小元宵 青红果 松子仁等食材烘烤而成 主要有豆沙 水果 紫薯等多种口味 吃起来甜而不腻 软糯可口 老少皆宜 与梅花糕不同 这家老子号糕团店做出的是另一类风味糕团 古色糕 玫瑰糕 豆沙糕 桂花糕等糕团都卖的比较火 你们这总共卖糕团有多少种呢 十多种 十多种 这一般来说这个糕团都是怎么来做的呢 就是糯米和大米 白糖 还加上各种各样的就是什么芝麻啊 黑桃仁啊 这也做成的 纯手工制作 现做现卖 让这类高团历久不衰 颇受青睐 成为南京的代表性小吃之一 到了南京 还有两道著名的甜品不可错过 那就是赤豆元宵和桂花糖育苗 赤豆元宵是用红豆沙配上莲子 元宵等一起熬煮 吃起了软糯香甜 融在口中甜在心里 桂花糖育苗 是用芋头配上红糖 玉米粉 紫薯粉 桂花酱等熬制而成 看起来明亮又粘稠 芋苗入口后 香甜酥软 润滑爽口 带着桂花的清香 就是它比较原汁原味 熬的比较深 味全出来了 主要还是比较甜 但芋苗这个东西可能比较糯 它的口感呢 不是那么特别的激烈 可能比较温和一点 又甜又香 就非常的美味 在南京各种汤包 小笼包 馄饨 锅贴等带馅的小吃 都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传统美味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 打丁巷的这家清真馆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每天从早到晚 这里经常排大顿 人们赶到这里来 就是想尝尝这里的牛肉锅贴 牛肉煎包 牛肉馄饨等清真风味小吃 这里的清真风味小吃 制作记忆 已经被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李邦杰是这家清真馆的 第三代传承人 他告诉记者 他们制作各种牛肉风味小吃时 对牛肉的选择特别讲究 一般选用的都是 十年以上被淘汰的更甜的老牛 那为什么要有老牛的牛 老牛口感好 它干活的更甜的牛 它肉香比较鲜美 李邦杰介绍说 他们制作牛肉锅贴时 面要用烫面 皮要擀的比较薄 馅是用牛肉加上大葱 用高汤拌成的 上锅煎锅贴时更得讲究了 煎锅贴时火要大 放好锅贴后先浇滴便油 同时在热锅中加水 盖上锅盖 焖蒸一两分钟后 再趁热浇上第二遍油 煎熟一锅锅贴前后要浇两遍油 大约需要四五分钟 主要注意的一个油要多一点 要血水要加水 加水要靠把它蒸汽蒸熟 蒸熟以后靠二浇油下锅再煎 锅贴出来就酥脆 一锅锅贴耗油要半斤 刚出锅的牛肉锅贴色泽金黄香气扑鼻 吃起来尚不柔嫩底部酥脆鲜美多汁油而不腻 流传了多年的牛肉锅贴被誉为情怀巴掘之一 深受消费者喜爱 吃了以后感觉它这个牛肉锅贴跟你预期的一样不一样 对我想的还好吃 很酥脆 它那个面里面好像感觉是过了油一样 就是特别的松软 里面的汤汁也特别好 我的这些朋友啊同学都愿意到这来吃 有时候还能碰到面 除了牛肉锅贴 这里用传统机器制作出来的牛肉煎包 牛肉馄饨 牛肉小笼包 牛肉烧麦 干切牛肉 熏牛肉等清真风味小吃也别具特色 受到许多消费者的追捧 提起南京的流行美味 不能少了鸭血粉丝汤 这是南京一道精度很高的经典小吃 鸭血粉丝汤是由鸭血、鸭针、鸭肠、鸭肝等 加入鸭汤和粉丝制成的一道风味小吃 一大碗鸭血粉丝汤看起来就特别诱人 吃起来鲜香爽口特别受欢迎 一般多长时间您就要吃一碗鸭血粉丝汤 我的话一般一星期会吃两三次 然后一碗下去就感觉有一点唤醒一天的火力的那种感觉 您感觉这么一大碗您能吃完吗 我应该汤都能喝完 咱们常说无鸡不成燕 在南京却是无鸭不成席 南京人特别喜欢吃鸭子 鸭子的各个部位都能被南京人烹制成不同风味的美味 因此南京也号称鸭都 我听说咱们南京就是传这一句话 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走出南京 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 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南京人对鸭子的那种钟爱 两个字形容 疯狂 就是没有鸭子就没法生活了 还有一句话就是说 南京人三天不吃鸭 走路都会活 就是说我们当地人非常爱吃鸭子做成的美食 没错 另外呢 南京人把这个鸭子做的已经是出神出化了 就是说把那些鸭的内脏 都能做出非常好的名菜来 比如说鸭肠 鸭血 鸭筋 鸭肝 到了南京 一定要品尝用鸭子制成的系列美味 其中盐水鸭 板鸭 鸡灵烤鸭等最为知名 不过这些美食虽然好吃 但制作起来也特别麻烦 卢奇 是南京当地一家生意比较火爆的餐馆的厨师长 他告诉记者 他们制作盐水鸭 一般选用四个月左右的鸭子 将鸭子宰杀清洗干净后 首先要用炒盐配上花椒 生姜 八角 香叶等调料腌制鸭子 鸭子的腌制一般需要四十多分钟 为食鸭子更入味 腌好的鸭子要放在特制的卤汤中 再浸泡四十多分钟 随后 将鸭子悬挂在低温的环境中腌干 这一过程大约需要七天 腌干的鸭子配上各种调料 放在大锅中炖煮一个小时左右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盐水鸭 总算可以出锅了 盐水鸭皮白肉嫩肥而不腻 吃起来又香又酥又嫩令人百吃不厌 除了盐水鸭 鸡饼烤鸭 酱香鸭头 麻辣鸭血 香脂鸭蒸 齿香鸭肠 火鸭煮干丝等鸭子系列菜品 都在南京很流行 受到许多消费者的青睐 我觉得南京的鸭子果然名不虚传 就是非常好吃 口感特别好 比较松软呀 也比较入味呀 不是那么辛辣 比较适合老少杰姨吧 除了鸭子系列美味 南京近些年 还快速兴起了小龙虾系列美食 南京是国内较早 开发小龙虾美食的城市之一 其发的势头 在国内也一直比较领先 记得发现 南京有不少 专门做小龙虾生意的餐馆 卖的小龙虾都有多种口味 王金乐 是一家小龙虾餐馆的负责人 他这里竟然可以做出 108种口味的小龙虾 像这桌小龙虾菜品中 就有冰镇小龙虾 榴莲小龙虾 梅干菜小龙虾 臭豆腐小龙虾 十八香小龙虾等等 有些小龙虾口味 在市面上还很少见 我觉得您比较大胆的有一个 把这个小龙虾和这个榴莲做到一起 这可是很大胆的做法 那它的味道会不会惯意呢 不会啊 它有淡淡的榴莲味 它也不像榴莲味那么冲 但是它有榴莲的香味是裹到里面 很多小女孩都喜欢吃榴莲 她们说 您能不能做一个榴莲龙虾 我说可以啊 我们就把它 把这个榴莲肉啊 就是跟那个榴莲 就打成汁 然后把它绝出来 就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香 王金乐说 小龙虾属于一种可以百搭的美味 五年前 它们还只卖六种口味的小龙虾 通过这几年不断的研发创新 小龙虾的口味才越做越多 以便满足食客们 越来越多的消费需求 在南京的夜市上 大胆尝试小龙虾的各种鲜口味 绝对是一种新鲜刺激又开心的体验 除了这些特色美味 南京还有许多流行的大菜不能错过哟 具体都有些什么呢 当地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记者 先别着急去追寻美味 换换视角 南京的夜晚可去观赏体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比如中华门 明城墙就是热门的打卡地 跟随导游许建华 记者来到了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中华门 中华门是明代都城的南门 在南京城门中是规模最大的 顺着城堡内的台阶上行 就可登上明城墙 明城墙是明朝洪武年间 围绕着南京都城所建的城墙 距今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明城墙的这个长度 总计大概有多长呢 那么在建造之初的话 当初的长度有35.276公里这么长的长度 所以这个长度是历史上 包括到现今为止 是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城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完美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绿色 红色等等颜色 原来如果这个塔的话是非常的漂亮 当年的琉璃宝塔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可惜却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战火中 如今人们到大鲍安寺遗址公园 除了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历史遗迹 还可以体验多项文化活动 比如穿汉服游园 学传统礼仪 误茶道 品尝馋艺素面和报恩餐等等 在距离中环门不远处的夫子庙 还有个夜间也在开放的特殊的博物馆 这就是中国科举博物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眼前遮水池下方就是我们博物馆了 等于是我们这个科举博物馆是建在水面下的是吧 对 是一个地下室的博物馆 这个真的是非常独特 那这一共是有几层呢 我们博物馆总共有四层 地下四层 为什么要这么来设计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远处有栋建筑叫做明月楼 这栋明月楼它在我们中国古代 就是江南固域这的中心建筑和最高建筑 所以考官可以站它上面 来监视考场和发号施令 所以因此 我们博物馆为了不高与它的高度 它就是建在地下 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考场了是吗 对 就是我们称它为号社 对 就是古代考生的考场 就是古代考生的考场 就是坐在这个小隔间里边 是吧 对 不光考试 睡觉也在里边 对 那在这里边要待多长时间呢 很久很久 总共是九天六夜的时间 哎呦 要这么辛苦啊 对 当年南京的江南贡院 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 曾经有号社两万多间 从这里走出了唐伯虎 吴敬子 郑板桥 林泽徐等名人 明清时期 中国一半以上的重远 均出自江南贡院 感受了南京城 一些令人震撼的历史文化遗迹 再来看看如今的南京市场上 都流行哪些金陵大菜 中国烹饪大师魏雪林告诉记者 南京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南京菜在口味上融合了南北方的特点 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比如制作金陵狮子头 选用的食材除了五花肉 还搭配有马蹄 香芋 咸蛋黄 鸡蛋等食材 将五花肉切成小丁 与其他食材及调料一起拌馅时 并不是简单地拌在一起 而是要使劲地按一个方向搅拌摔打 这个拌这个狮子头的馅就是要顺时针用劲甩 甩的目的是让它朝一个方向 纤维一起捆绑在一起 然后我们厨师的术语叫上劲 上劲以后呢 第一 下到锅里面它不容易散 第二呢就是吃起来比较有弹性 做狮子头光拌馅儿就得花一个多小时 随后捏成圆球放到料汤中炖煮 至少要煮三个小时以上 出锅后浇上汤汁撒上炒米 一大颗重大一斤多的狮子头 总算是可以上桌了 这样的狮子头口感松软 肥而不腻令人回味无穷 金陵明月炖声敲 是在南京传统名菜炖声敲的基础上 改制而成 将扇鱼活杀去骨 敲鸡扇肉 使肉质松散顾名声敲 每一排的骨头 每一个纤维组织 都要把它敲散敲碎 这样子它的口感会更嫩一点 把敲碎骨头的扇鱼 切成扇段腌制 随后放到油锅中炸至酥烂 将大蒜 生姜等配料爆香后倒入高汤 放进炸素的扇段 慢炖一个多小时 最后大火收汁 出锅后再浇上料汤 摆上煎好的鞍春蛋 一道口感鲜嫩香气四溢的 金陵明月炖声敲 令人百吃不厌 九龙煮干丝 是将鸡丝 豆腐丝 火腿丝等食材 放入鸡汁中一起煮 吃起来清爽鲜美 而羽花石炒鸡蛋 羽花石汤圆 羽花茶虾球 金陵拆绘连鱼头 等菜品都带有明显的南京特色 也特别受欢迎 总体上您感觉 我们南京的这个菜品的话 最突出的一些特点 有些什么呢 这个南京的这些流行的菜式 或者说老板喜欢的菜式 最特出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取平凡之后 想健康美味 这样呢 这个南京的这些菜品呢 它的整体的做工啊 特别的精细 格调呢 有高雅之处 体行了一种南京的一种 韵味江南的风格 在南京近些年还兴起了一些 民国实际的菜品 潘永是一家餐馆的厨师长 他研究开发民国实际的菜品 已经有十多年 他告诉记者 目前南京市面上流行的 民国实际菜品 其实是在当年菜品的基础上 做了许多改进 属于创意民国菜 像这道中山宝塔扣肉 是在红烧肉的基础上 演变而来的 将五花肉烧熟后 放入冰箱冷冻几个小时 然后将冻肉绕圈 切成不间断的薄片 放入宝塔模具中 同时塞入烧好的笋干 再上锅蒸两小时左右 出锅后倒扣在炒好的菜心上 因为和笋干搭配 又经过多道工序的精心烧制 中山宝塔扣肉 吃起来比较筋道 带着一股奇欲霸不能 这道色彩椒艳 口味鲜嫩的条疙瘩 让许多人十分迷恋 难以忘怀 这道用豆腐皮包上山野菜 做成的速烧盒 鲜甜香软 十分爽口 酒酿蒸食鱼出锅时 酒香四溢鲜嫩嫩味美 而鲜煎牛肉粒 胡先生豆腐 葱油鲜香鸡 石秋鸡汤西施舌等菜品 都是各有特色 受到消费者的侵蜡 我们民国时期的菜品 我感觉就是说 好多是比较普通的食材 我们做得比较精美 民国时期的菜 从这个体型上面来说 它是我们中国 各种地方风味的一种融合 也是一个中西河北的 一种表达的方式 更是体型南京菜的 一个特色的一种表达 除了美味 南京的一些被列入 非移项目的手工艺品 也让许多游客动心 像这些色彩艳丽 形态各异的情怀彩灯 制作精良 巧夺天空的荣花 以及各式面花 根雕木雕等等 都让人感受到了 艺术的无限魅力 在南京 24小时书店 24小时健身房 24小时便利店等 新罗旗部 为人们的夜间消费 提供了诸多便利 观风景 品美味 感受古城浓郁的文化气息 期待魅力四射的南京 给人们的夜晚 带来更多惊喜 本期 then 感谢观看